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修好 啊,那个旧的布谷鸟钟 为什么要叫布谷鸟钟呢 因为里面有只木鸟啊,叫做布谷鸟 我从来没见过布谷鸟 那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给布谷鸟钟上过发条了 布谷鸟会有一点烦人 哦,我们再上下发条好吗 那好吧 猪爸爸给钟重新上了一下发条 好了 猪爸爸把钟调到了正确的时间 现在已经快九点了 爸爸,我们能看到布谷鸟了吗 你们很快会看到布谷鸟的 那它会是什么样的呢,爸爸 让我来想一想 它的头是会动的,就像这样 它还会拍打它的翅膀,就像这样 然后它的叫声 布谷 布谷 你真是只吵人的布谷鸟啊,乔治 你看,它好像要做点什么了 淘气的乔治,你错过了布谷鸟 布谷鸟真的非常非常聪明 它刚才叫布谷 但是你错过了 别担心乔治,你下一次还能看到布谷鸟的 但是你得等等,布谷鸟每个小时只出来一次 就这样等着太无聊了 来吧,乔治,我们去外面玩 乔治不想到外面去玩 他要等着看布谷鸟 现在快要十点了 乔治等布谷鸟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乔治,快来和我玩 恐龙先生,他也想和你一起玩呢 乔治又一次错过了布谷鸟 没关系的,乔治 你先去花园里玩 等到时间看布谷鸟了,我来叫你 给你,乔治 现在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乔治,乔治,可以看布谷鸟了 快点,乔治,你不能再错过布谷鸟了 乔治从来没有跑得像这次这么快 乔治,你看到布谷鸟了吗 布谷,布谷 布谷 佩奇,乔治喜欢和布谷鸟玩 布谷 布谷 已经是晚上了 布谷,布谷 佩奇和乔治非常非常困了 布谷 佩奇和乔治睡着了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吗 不是,是该睡觉的时间 布谷鸟好像不太好了 他就是需要休息一下,就像你和乔治 布谷鸟 晚安 晚安啊,我的小家伙们 佗智,我知道怎么能治好布谷鸟 就像爸爸那样给它上发条 猪爸爸和猪妈妈已经睡了 他怎么啦 妈妈,爸爸,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们看 我们把布谷鸟治好了 乔治,感冒了 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 佩奇,乔治,快把你们的雨衣穿上吧 下雨时,佩奇和乔治必须穿上雨衣 不要 乔治不喜欢穿着雨衣出去玩 乔治,你必须把雨帽戴上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淋湿了 为什么 那样的话你可能会感冒 为什么 乔治,你想不想在花园里玩 那就要把你的雨帽戴上 快点来吧,乔治 佩奇和乔治要去泥坑里面跳 讨厌 乔治还是不想把雨帽戴上 佩奇,乔治 快到屋里来 雨太大了,不能再在外面玩了 哦,乔治 哦,乔治 你的雨帽在哪儿呢 乔治感冒了 哦,可怜的乔治 你看上去可不太好 咳咳咳 别担心,我来给棕熊医生打电话 你好,我是棕熊医生 哦,这样啊,那先让乔治躺一会儿 我等一会儿直接过去 谢谢你了,棕熊医生 再见 乔治是不是会被送到医院里去 还要吃药治疗 不用,乔治只要上床休息就好了 哦,所以乔治 并不是真的生病了,对不对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可怜的乔治 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乔治,你要呆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张大嘴巴,然后说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佩奇,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掩饰给乔治看怎么说啊 当然可以 嗯,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棕熊医生 不用谢,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短 乔治,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 好吧,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我的小家伙们 唉,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天亮了,乔治昨晚睡得很好 唉,乔治好了一些 大家快点来,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大晴天 乔治戴上了他的雨帽 他可不想再感冒了 哦,乔治,你现在不需要戴雨帽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啊 为什么? 乔治,你能不能不要再像这样一直问为什么了 为什么? 哈哈哈哈 乔治真的是好很多了 哈哈哈哈 海盗岛 今天,朱爷爷带着佩奇和他的朋友们坐船出游去了 哈哈哈 大家都上船了吗? 是的,船长爷爷 我们出发 一会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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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佩奇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穿上了救生衣 乔治 乔治,你可以戴上我的海盗帽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要开着船到海盗岛去 哇哦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还能找到被埋藏的宝藏 哇哦 海盗岛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地方 哇哦 看到陆地了 哈哈哈哈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海盗岛 好棒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金属探测器 它能帮我们找到被埋藏的宝藏 哦哦 猪爷爷用金属探测器寻找被埋藏着的宝藏 哈哈 金属探测器找到什么东西了 我们把它挖出来 这是一枚硬币 是宝藏 好棒 我们再去多找些宝藏 哈哈 我们找到其他东西了 听上去也很大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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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呐 这个宝藏的体积可真够大的 哎呀 哦天呐 这不是被埋藏的宝藏 是一辆生锈的购物车 哦 看来我们寻宝寻的差不多了 谁想来帮忙蹲一个非常大的沙堡呢 我我我我 真是个好主意啊猪奶奶 那我来检查一下船 猪奶奶要帮助孩子们堆起一个非常大的沙堡 然后猪爷爷有很多重要的船物事情要做 啊 这可真舒服 嗯 我应该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有点困了 猪奶奶和孩子们正在建造一个很大的沙堡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沙子 他们用水桶来建造城堡的塔楼 很棒的城堡 好耶 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哦 我们的船不见了 你看啊奶奶 哦糟糕 好猪爷爷在船上睡着了 然后船就这样飘走了 我们得把猪爷爷叫醒 我们大家用力大声喊 猪爷爷 快醒醒 快醒醒 哦天呐 猪爷爷还在睡觉怎么办呢 哈里我们实在太远了 所以听不到 我们被困在海盗岛上了 我们都被遗弃了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百年 看来我们只能靠吃野果和野莓尾声了 不我们还可以靠吃虫子还有青蛙 哎呀 嘿嘿嘿嘿嘿 家长们准备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呦 我在哪儿 你好啊 嗨 大家好啊 你们玩得开心嘛 是的 真真不好意思 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东西 我马上回来 快看呐 爷爷回来了 我们得救了 好嘞 欢迎登船 我的小宝贝们 糊涂的猪爷爷 我们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真是对不起 猪奶奶 我保证下一次一定不会再睡着了 再见了 海盗岛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很喜欢海盗岛 我们以后能再来玩吗 那当然可以了 佩琪 太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交通堵塞 猪爷爷和猪奶奶再给佩琪一家准备午餐 我又从地里挖了一些土豆出来 哦 猪爷爷 我们的土豆已经够多的了 吃土豆的话多少都不会嫌多的 好吧 把土豆放进烤箱里吧 他们一会儿就到 哦 我们有的是时间 现在才十一点 佩琪一家人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该早点出发的 我们又要迟到了 别担心 猪妈妈 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呢 我们每一次去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都会迟到的 哈哈哈哈 这次不会了 我找到一条新线路 会避开所有的交通堵塞 哦 没想到会这样 佩琪一家遇到交通堵塞了 动都动不了了 瞧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的爷爷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也遭遇交通堵塞了 你好佩琪 你好佩琪 我们要去我爷爷和奶奶家吃午餐 可是我们快要迟到了 已经一点钟了 他们迟到了 就和以前一样 你的土豆怎么样了 土豆还没好 还要再等一会儿 我是猪奶奶 你好啊 猪奶奶 我们遭遇交通堵塞了 别担心 我们这儿也没好 爷爷的土豆做的有点多了 一会儿见 可怜的孩子们遇到交通堵塞了 这样看来还有点时间 让我再多做些土豆 说的没错 我们真的好慢啊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爷爷奶奶家了 佩琪说的对 我们得换一条路 但地图上没有显示有别的路 我知道一条小路 大家再见咯 我们要去走小路了 再见了佩琪 祝好运 猪妈妈开上了一条小路 躲开了交通堵塞 但是这条小路非常的不平 真有意思 你确定是这么走吗 相信我 你们好鸭子们 我们在走捷径呢 我们在走捷径呢 瞧 又能上主路了 干得好 祝妈妈 可是我们还是落在丹尼的卡车后面 你好啊 欢迎回来 噢 糟糕 看来妈妈的小路也走不通了 好了 都准备好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的土豆做好了 午餐准备好了 但佩琪一家人还没有到 我是猪爷爷 请讲 我们离你们家不远了 但是交通实在太堵了 动起来就像蜗牛 而且是一只非常非常慢的蜗牛 它们就快要到了 但还是在交通堵塞中 可怜的孩子们 这样食物都要变凉了 我有一个主意 我去把小推车推出来 猪爷爷想做什么呢 猪奶奶 帮忙把午餐放到小推车里面来 好主意啊 猪爷爷 如果说他们不能过来吃午餐 我们就把午餐拿到他们那里去 瞧 爷爷和奶奶来了 爷爷的推车上是我们的午餐 嘿嘿嘿 你们好啊 我来给你们送午餐了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 可以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吗 这些足够你们大家吃了 太好了 师父 做得好 幸亏你做了这么多美味的土豆 吃土豆的话 多少都不会咸多的 哈哈哈 喬治的朋友 佩奇和朋友们在游乐场里玩 佩奇 苏西和丹尼在旋转圆盘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开始了 乔治还太小 不能玩旋转圆盘 他正在荡秋千 小兔瑞贝卡带着他的弟弟理查德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们好啊 我能上来跟你们一起玩吗 来吧 瑞贝卡 请推的很快很快很快吧 小兔理查德也想玩旋转圆盘 如果理查德上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法转得那么快了 理查德可以跟乔治玩 理查德 你想和乔治一起玩吗 不要 乔治有一只恐龙 就和你的一样 我们去看看吧 理查德和乔治的年纪一样 理查德想看看乔治的恐龙 恐龙 乔治 理查德能和你一起玩你的恐龙吗 不能 乔治和乔治都不想分享自己的恐龙 乔治如果和别人分享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恐龙 恐龙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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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 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 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 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 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 好 变出来了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变出来了 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 看到吗 大家一起玩很有趣 哦 糟糕啊 这个游戏进行的不太顺利 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 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 是你弟弟 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 不要这样 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怎么一起好好玩 不是吗 说的没错 我们压做榜样 但是乔治和理查德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嗯 我有一个主意 乔治 整个游乐场里你最喜欢玩的是什么 乔乔板 乔治喜欢玩乔乔板 乔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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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自己一个人玩乔乔板可没那么简单 乔乔 理查德也想玩乔乔板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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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和理查德他们在一起玩了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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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乔 乔乔乔 乔乔乔乔 要去参观猪爸爸的办公室 爸爸 你整天在办公室里都干什么呢 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别急 猪爸爸就在这栋楼里工作 我们到了 好嘞 哪位 你好啊 我是猪爸爸 你好啊猪爸爸 我也能按这个按钮吗 当然可以配齐 哪位 是我呀 你好啊我 请进 我的办公室在最上面一层 我们得坐电梯才能到 能让我来按按钮吗 这次该轮到乔治了 按最上面的按钮乔治 猪爸爸 佩奇和乔治 坐着电梯来到了这栋楼的最顶层 顶层到了 电梯门打开 这就是猪爸爸的办公室 各位早上好 你好猪爸爸 你好啊猪爸爸 猪爸爸和兔先生猫女士一起工作 我今天带来了两位非常非常特别的访客 佩奇和乔治 真是太荣幸了 好我们开始参观吧 兔先生能从你的办公桌开始吗 好的当然可以了 我的工作都是跟数字有关的 我会拿一张非常重要的纸就像这样 我还要用一个印章 然后我要在纸上盖章 哇哦 兔先生的工作真是太棒了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当然可以 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 这里有几张纸 我们还是用一些没用过的白纸吧 给你吧 佩奇喜欢用像几张盖章 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 继续我们的参观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你好啊 佩奇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我能不能试一下 这次应该让乔治来试试了吧 说得对 乔治 轮到你来尝试一下了 乔治画了一些蓝色三角形 现在把它们打印出来 我喜欢猫女士的这份工作 你们想看看我的办公桌吗 是的 我想 这是猪爸爸的办公桌 我的工作说起来挺复杂 我就是对很大的数字做数字变换 然后计算它们的切线成在 猪爸爸的工作听上去好像很重要 那么你会用到橡皮章吗 不用 那么你会用到电脑吗 不用 但是我会用彩色笔 爸爸我们可以用彩色笔来画画吗 好主意 佩奇和乔治喜欢用彩色笔画画 我要画一间房子 乔治正在画一只恐龙 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画恐龙了 恐龙 我的天哪 已经五点钟了 该回家了 看哪 这幅房子的画画的真不错啊 这真是一只凶猛的恐龙啊 乔治和我一直在做爸爸的工作呢 没想到他们做的还挺不错的 我喜欢做兔先生的那份工作 我也喜欢做猫女士的那份工作 但是我最喜欢做爸爸的这份工作了 大雾天 佩奇和乔治今天要去游乐场玩 我们要开车去游乐场吗 不用 我们走着去 看 游乐场就在那里 这个游乐场非常近 好的 我们走过去 大家走这边 我们要去游乐场了 我们要去游乐场了 怎么看不到天空了 别担心佩奇 只是起雾了 什么是雾 雾呢 就是地上的云朵 而不是天上的云朵 今天的雾很大 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想我们还是回家吧 说得对 我们还是改天才去游乐场吧 因为雾太大 找不到游乐场了 所以佩奇和乔治必须得回家了 现在哪条是回家的路啊 我们迷路了吗 猪爸爸 别担心 我非常清楚我们在哪儿 这边走 谁把树放这儿了 猪爸爸撞到了一棵树上 你还好吗猪爸爸 没事 我很好 这边走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吗 是的 我当然知道 我觉得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 嘿嘿嘿 我确定我们能找到的 我们只是在花园里 哦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鸭子们 你们找不到自己的池塘了吧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没有迷路 我很清楚我们在哪里 一会儿见鸭子们 祝你们尽快找到你们的池塘 哦 猪爸爸找到了鸭子们的池塘 真是幸运啊 是啊 他们还真是幸运 爸爸 鸭太太在跟你说 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鸭太太 好了 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你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是的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好啊 是兔妈妈 瑞贝卡和理查德 你好啊 贝奇 我们迷路了 你好啊 瑞贝卡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 我们也是的 但是雾太大了 根本去不了 你们都过来吧 雾散开之前 先到我们家里来吧 猪爸爸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 这边走 好的 猪爸爸 啊 我找到我们的小山坡了 我们很快就会到家了 是啊 我们的房子应该就是在这边 猪爸爸找到了一架梯子 真是奇怪了 我们家的花园里没有梯子 哦 我的天哪 你能看到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是的 可以的 爸爸 那我们在哪儿啊 你们自己来看看 哦 好的 哇哦 哇哦 我又能看见所有东西了 大雾渐渐散起来 我们到游乐场了 好耶 我们到游乐场了 我们到游乐场了 哇哦 跳啊 跳 跳啊 跳 爸爸 妈妈 我们到游乐场了 我们还真是幸运 但我记得我们是要回家的 好像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还是迷路了 对不对 热气桥之旅 今天是学校的游园日 兔小姐负责抽奖活动 来瞧瞧来看看 一等奖师坐着我的热气球飞一圈 哇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兔小姐 我想要抽一张 蓝色的票赢得 一辆玩具车 真不错 丹尼 可以给我抽一张吗 谢谢你 佩奇 你想要点什么呢 做热气球 难道你不想要这个自制的巧克力蛋糕吗 猪爸爸喜欢自制的巧克力蛋糕 红色的票赢得了 热气球之旅 欢迎乘坐热气球 请问一共有几位乘客 有四位 还有泰迪 和恐龙 哦 加上泰迪和恐龙的话 一共是六位 请上来吧 快点 猪爸爸 快上来 快点 爸爸 我们要出发了 热气球升空 现在全速前进 兔小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以前肯定做过水手对吧 我没做过 这也是我第一次驾驶热气球 哦 抓紧了 兔小姐加热气球里的空气 这样就能飞起来了 再见 再见 有人能来帮忙看看地图吗 我来 你确定吗 猪爸爸 看地图 我可是很在行的 哦 这张地图好像有点难懂啊 要飞得再高点吗 是的 高点 高点 再高点 热气球现在飞得比刚才更高了 哦 哦 天空到哪里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正在飞过云层而已 哦 哇 天空又出现了 太棒了 嘿嘿嘿嘿 Big balloon Big balloon Bigger than the sun and moon Flying high in the sky Flying fly and fly and fly and fly 太迪 你看 我们飞得真的好高啊 佩奇 小心你别掉下 太迪 我的太迪掉下去了 哦 别担心 佩奇 我们这就去救太迪 大家都抓紧了 我们要下去了 兔小姐要把气球降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救到太迪了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太迪 他在那里呢 太迪他在一棵树上 我可以用这个毛把太迪给救上来 慢慢的 慢慢的 好了 猪爸爸把太迪救上来了 太迪 太好了 太好了 哦 糟糕 没人再注意前进的方向 小心啊 前方有一棵树 抓紧了 天使 太迪卡在树上 现在轮到我们了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我们迷路了 是不是 是的 哦 大家看那里 那里不是爷爷和奶奶的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想办法去猪爷爷的花园里 我也这么想 你们好啊 猪爷爷 还有猪奶奶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兔小姐 哦 拜托你帮我们 爷爷 我们在这儿下不去了 你们别担心 我有一把梯子 太好了 大家都从热气球里爬了下来 爷爷 奶奶 兔小姐 刚才带着我们做热气球逛了一圈 太让人激动了 我想我们能提供的最激动人心的东西 就是我自制的巧克力蛋糕了 自制的巧克力蛋糕 这才让人激动呢 嘿嘿嘿 这真的是最棒的热气球之旅了 这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是个雨天 学校的屋顶上出现了一个洞 孩子们 我们将要举办一场异麦活动 异麦所得的钱可以帮我们换一个新的屋顶 太棒了 为了我们这场异麦活动 大家都要带一些东西过来 我们该拿些什么呢 你可以拿一个旧玩具 或者以后不再用的东西过来 喵 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了 该回家了 别忘了明天要带上你们的旧玩具 来参加我们的义麦活动 佩奇正在为义麦活动挑选玩具 佩奇 你决定好了吗 你只要选择一个玩具就好 是的 把它卖出去之后就能换个新屋顶 好吧 我准备把这只恐龙先生拿去幼儿园 恐龙先生是乔治最喜欢的玩具 佩奇 你不能拿乔治的恐龙先生 不能吗 不能 哦 好吧 对不起 乔治 恐龙 其实你可以拿你旧的小丑盒子 好的 现在该你了 爸爸 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要拿点东西去义麦 我会拿这顶帽子 乔治呢 会把他的球拿去义麦 那爸爸 你要给什么呢 哦 我知道了 是电视机 这个不可以 是的 它还非常有用 我知道了 爸爸的臭臭拖鞋 不行 实在是太臭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旧椅子 但是这可是古董啊 古董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作为古董就意味着古老又值钱 但是你是在垃圾堆里找到它的 根本不值钱的 等我修好了它就会值很多钱的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猪爸爸 我知道了 你就把猪奶奶给我的这些可爱的袜子拿去吧 好的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义麦的东西的 都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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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 去 别告诉她 她不会注意到的 嘿嘿 可是 这把椅子是古董 是吗 我爸爸说 这个古董很值钱的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提高价格了 再见 嗨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西 你带了什么呀 苏西 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 我带了我的鹦鹉气球 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 哦 哦 哦 哈哈 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 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 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可以吗 我想买我的鹦鹉气球 哈哈哈哈 妈妈 妈妈 你看 我们都买了什么 买了你们的旧玩具 我们想念它们 哈哈哈哈 看我买到了什么 是一把古董椅子 哦 猪爸爸 那并不是古董椅子 它是的 兔小姐刚才说的 和我那个救的是一对 是的 爸爸 那是因为 噓 佩西 它其实就是你的那把旧椅子 什么 但是兔小姐刚才收了我好多钱 才卖给我的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刚才已经筹到了足够多的钱 我们能换一个新的屋顶了 太好了 太感谢你了 猪爸爸 呵呵呵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哈哈哈哈 游地员班马先生正在给佩奇家送信 今天班马苏姨和爸爸一起来了 她有自己的信件要送 嗯 小狗丹尼 小羊苏西 小兔瑞贝卡 啊 佩奇和乔治 现在就只剩下这些了 很好 我们快点把它们都送掉 好的 爸爸 来信啦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收信了 我们收到了两封信 这封是给猪爸爸的 真让人激动啊 亲爱的朱先生 请您支付您的电话账单 哦 天呐 什么是账单啊 它听上去非常的无聊 哈哈哈哈 账单真的是很无聊啊 妈妈 另一封信是要给你的 不是 这封信是给佩奇和乔治的 哇 给我和乔治的信吗 请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爱你们的班马苏姨 班马苏姨邀请了佩奇和乔治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太棒了 你需要给苏姨写一封回信 告诉她你们会参加派对 你可以帮我们写吗 妈妈 当然可以了 佩奇和乔治正在给苏姨写一封回信 你想要说什么呢 亲爱的苏姨 亲爱的苏姨 嗯 我不知道接着要怎么说了 要不这样 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你的派对 此之敬礼 佩奇和乔治 嘿嘿嘿嘿 你们想用什么颜色的信封呢 用红色的 班马苏姨小姐说 还有最重要的是 贴上邮票 嘿嘿嘿嘿嘿 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这个是邮箱 丹妮 苏西 艾米丽 瑞贝卡和佩德罗都来了 她们都是来寄信的 佩奇也带着她的信来了 好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收到我那封关于派对的信了吗 收到了 而且我已经给你写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这封信是我记的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是给我的吗 我现在能打开吗 这是给你的 苏姨 但在你打开之前必须先送出去 这个程序叫做游递 哦 今天有这么多信件要送出去 我最好现在就开始 乔治和我也可以一起来吗 上来吧 佩奇 乔治 一会儿见 佩奇和乔治在帮斑马先生送信 这里是斑马苏仪的房子 这封信是寄给斑马苏仪小姐的 斑马苏仪小姐的 斑马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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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信都是苏仪的 那封是我的信 能让我来送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喜欢送信 妈妈 看 这些信都是寄给我的 哦 真是太好了 你能读给我听吗 妈妈 亲爱的苏仪 我想要去参加你的派对 对 来自小狗丹尼 小羊苏西也会来参加你的派对 还有瑞贝卡 佩德罗 艾米利 坎迪 他们都会来参加你的派对 这一封信是我记得 上面写着我们会来参加你的派对 来自爱你的佩奇和乔治 大家都来参加苏仪的派对了 生日快乐 苏仪 哇 居然有这么多礼物啊 所以你要写很多很多感谢信给朋友们 哦 那么有谁会去把那些感谢信一封封送出去呢 是你去送 爸爸 但是我可以帮忙 哈哈哈哈哈哈 学校露营 佩奇和朋友们要去参加学校露营 哈哈哈哈 林阳夫人 我感觉我有点不太舒服 因为巴士颠簸得太厉害了 哦 糟糕 佩德罗好像有点不舒服 可怜的佩德罗 你过来和我一起坐在前面吧 哈哈哈哈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好一点点了 林阳夫人 哦 你也感觉不舒服吗 苏仪 我怕我一会儿会感觉不舒服 我能坐到前面去吗 以防万一 我也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我也要 对不起了孩子们 你们不可能都和我一起坐在前面 哦 没关系 我们到露营地点了 太棒了 祝大家露营愉快啊 再见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露营地了 呼吸一下这无比清新的空气吧 孩子们 哦 啊 做得很好 孩子们 现在我们一起把帐篷搭起来吧 佩奇和朋友们搭起了帐篷 哈哈哈 孩子们 每一个人要找一个伙伴 一起共用一个帐篷 哦 苏西 我们共用一个帐篷吧 我已经答应了和苏仪用一个 哦 对不起 苏西 我已经答应了和瑞贝卡用一个 瑞贝卡 你已经答应了和我用一个 哦 是的 艾米丽 你要和谁共用一个帐篷呢 我选 苏仪 好的 好了 我们可以共用帐篷了 好的 哈哈哈 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用树枝来搭一个篝火 那我们去找树枝 但应该让我和佩德罗去找树枝 好啊 你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找树枝 佩奇和朋友们去为篝火收集树枝了 做得好 到了晚上 佩奇和朋友们一起坐在篝火旁 孩子们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 林阳夫人 唱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好了 孩子们 现在该睡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晚安啦 孩子们 晚安 林阳夫人 哈哈哈哈 佩奇和松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哈哈哈哈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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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苏西 你要去哪里呀 林阳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阳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We're playing a tune And we'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小小生物 佩奇和乔治一起在帮猪爷爷采摘蔬菜 佩奇 这是一棵生菜 谢谢你爷爷 这是什么 啊 那个上面有非常可怕的怪兽 怪兽 那可不是什么怪兽 它只是一只小蜗牛而已 哦 它到哪里去了 它躲到壳里去了 那是它住的地方吗 是的 那是它的房子 看 它又从壳里出来了 你好啊 蜗牛先生 嘿嘿嘿 爷爷 蜗牛先生家里有他自己的床吗 哦 没有的 佩奇 如果我是蜗牛的话 我会放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一台冰箱 还要一台电视机 嘿嘿嘿 爷爷 蜗牛是吃什么的呢 这个嘛 它们主要吃我们这里的蔬菜 嘿嘿 别再吃了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 嘿嘿嘿 爷爷 乔治和我也想扮成贪吃的蜗牛 哦 这些篮子可以当成你们的壳儿 好了 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 嘿嘿嘿 我要把爷爷所有的 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 哦 哈哈 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 离我的生菜远一点 只要爷爷 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 嘿嘿嘿 哈哈 嘿嘿嘿 哈哈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 朱爷爷 你好啊 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它们去哪里了 嘿嘿嘿 现在只有我 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 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 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佩奇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哦 看呐 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 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嗡嗡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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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蜜蜂们想来些面包吗 吃就想吃 你们想在面包上涂点什么呢 蜂蜜 真是太巧了 我正好给你们准备了 面包还有蜂蜜 太棒了 我喜欢做一只蜜蜂 因为它们可以吃很多美味的蜂蜜 我喜欢做一只蜗牛 因为它们把爷爷的蔬菜都吃掉了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 小兔瑞贝卡 美好的一天又要结束了 佩奇和乔治在跟朋友瑞贝卡和理查德一起玩 带回家了我的小家伙们 哦 但是我们还想再玩一会儿妈妈 明天再来玩吧 佩奇和乔治能来我们家玩吗 可以 太好了 理查德为什么要哭呀 理查德他有点害怕下楼梯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家里没有楼梯呀 什么 没有楼梯 没错 你明天就知道了 再见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乔治今天要去小兔瑞贝卡家里玩了 猪妈妈你来开车 我就来帮大家看地图 你确定吗猪爸爸 每次你只要看地图 我们就会迷路 我们这次不会迷路了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猪妈妈 那我们出发啦 佩奇和乔治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瑞贝卡的家 爸爸 我们快到了吗 地图上显示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 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呢 你们大家好啊 瑞贝卡 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 你的房间 但你家的房子在哪 佩奇到处都没有看到瑞贝卡家的房子 这山坡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这个叫地洞 我带你看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哦 进来吧 我们家里没有楼梯 但是有隧道 哇哦 瑞贝卡的家和佩奇的家有些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哇哦 你们有床 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玩具箱 就和我们的一样 那当然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 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非常好 小兔佩奇 还有小兔乔治 佩奇喜欢做兔子 乔治也喜欢做兔子 兔子们喜欢吃胡萝卜 真是美味呀 真是美味呀 不要 乔治不喜欢吃胡萝卜 乔治连试都不想试 那好吧 我们就能多吃点了 瑞贝卡 兔子在其他方面是怎样的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来外面吧 我演示给你看 我们来跳吧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你们两个做得很不错 该吃午餐了孩子们 兔妈妈和兔爸爸准备好了午餐 瑞贝卡 刚才在教我们 怎么做一只兔子 那你们午餐多吃点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胡萝卜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不要 乔治他不想吃这个胡萝卜 天哪乔治 我以为你也是兔子了 兔子最喜欢吃胡萝卜 乔治愿 乔治愿意吃胡萝卜了 还有这个 我们最喜欢的蛋糕 胡萝卜蛋糕 太好了 胡萝卜蛋糕 乔治现在是真正的小兔子了 狗爷爷的修车场 这是狗爷爷的修车场 佩奇和他的家人坐着车来了 你好啊 丹尼 你好 佩奇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们能加油 给轮胎充气 还有一个新的全自动洗车机 呃 请给我们两根雪糕好吗 哦 没问题 狗爷爷的修车场会卖很多东西 包括雪糕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喜欢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也喜欢我们 是不是哦 哦 糟糕 哦 糟糕 车子不走了 没反应啊 启动不了了 对了 我打电话给狗爷爷 你好 我是狗爷爷 狗爷爷 我们的车子突然坏了 丹尼 我们得快点去帮助他们 走咯 我们去救援咯 去救援咯 看 是丹尼和他爷爷来了 太好了 狗爷爷知道关于车子的所有问题 嗯 车子问题严重吗 不严重 它只是没油了而已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修车场里面就有很多的汽油 我来拉你们过去吧 狗爷爷要把佩奇家的车拉回修车场 他帮佩奇家的车加满了油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羊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们的车没有油了 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 哇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哦 不 不好了 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 看来是得找他了 你好 我是狗爷爷 我知道了 别慌张杨妈妈 我马上就来 去救援咯 我可以一起去吗 一起上来吧 佩奇 去救援咯 我们去救援咯 你好啊 苏西 我们来提供救援咯 太好了 狗爷爷再往轮胎里面充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猪爷爷 你要加点油吗 或打气 谢谢 不用了 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 你好 你好 我是蔚来的洗车机 哦 首先 肥皂水洗车 然后冲洗干净 最后呢 再擦干净 哦 对不起 我出问题了 哦 糟糕 电脑出问题了 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 哦 哦 快来救救我们 狗爷爷 哦 可是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修电脑 我爸爸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 哦 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 我只是 好的 那这个问题就交给猪爸爸了 嗯 我觉得可以先这样把它关掉 嗯 然后 重新再打开 猪爸爸把洗车机修好了 太怕了 狗爷爷在修车这方面是最厉害的 但是我爸爸 他修好了洗车机 哈哈哈哈哈哈 我 我SE sitä 就像这 plate 熊 Want French 对不起 你 智悲 你 你 我不会 你 刚才